我们很多老铁在后台留言想要了解一下全新改款之后的长城哈佛H6 目前改款之后售价有没有变 车型有没有变 动力配置内置方面有没有变 大家就选择哪款车型 哪款车型更加具有性价比 下面跟大家一起来详细了解一下 首先价位 全新改款之后的长城三代哈佛H6官方指导价是1.59万到13.7万 在售有四款车型 这四款车型都是1.5T版本车型 这次改款只改了1.5T版本车型 2.0T版本车型没有改 同时四款车型在价格方面与老款车型完全保持一致 哈佛H6依然定位是一款紧凑型SUV 这次中期改款并没有对车身尺寸方面进行更改 车长依然是4653毫米 以及4683毫米轴距2738毫米的车身尺寸 动力方面有没有改呢 动力方面进行了大改 要知道原先1.5T温轮增压发动机匹配七档实施双离合编速箱 新款车型同样也是如此 不过老款车型是169匹马力 285牛米动力总成 而全新款车型动力提升到了184匹马力 并不会做出过大的改变 在配置方面还不错 这次车型它标配了全液晶仪表10.25英寸 以及12.3英寸的中控屏 在智能互联这里的配置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 标配GPS导航系统 导航路况信息展示 道路救援呼叫服务 手机互联 车帘网系统 OTA升级系统 语音识别控制 WiFi热点 不过顶配的版本车型会增加面部识别 PANF H6座椅的舒适性做的还是属于非常不错 而且空间是比较好 除了盖板车型之外 其他车型都标配了仿皮材质座椅 只有盖板是织物材质座椅的 除了盖板车型之外 其他车型都还加入了主驾驶位的电动条件 前排座椅的加热功能 以及前后扶手后排背架 顶配版本车型主驾之外还增加了腰部条件 如今我们很多朋友对于车的辅助操控优秀也比较高 全新的改款哈佛H6 它在辅助操控方面的配置还是较为不错 入门级的车型就略微遗憾了一些 但够用 它的普照版本以上的车型都标配了后驻车雷达 倒车影像 360度全景影像 540度全景 定速巡航 自适应巡航 全速自适应巡航 L2级辅助驾驶 顶配版本车型还会增加前驻车雷达 以及自动破车入位 如今老鞋们对于安全配置方面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的 全新改款之后的哈佛H6 在主动安全方面 它的普照版本以上的车型将会标配 车道偏离预警 前方碰撞预警 后方交通预警 以及倒车车色预警 DOW开门预警 主动刹车 并线辅助 车道保持辅助系统 倒动交通标识 以及还标配六个安全气囊 改款之后的三代哈佛H6入门的车型是PLUS版本车型 配置够用 但是确实比较少 而且又不是市场当中比较走量的车型 很多朋友关注是第三个版本车型 MAX版本车型 它的次低配版本车型才是PRO版本车型 其实PLUS版本车型的关注度比MAX版本车型略少一些 但是配置方面其实还是较为不错的 比如说360度全景影像 透明底盘 后排安全的提醒 仿批材质座椅 主驾驶位 电动调节等配置 这是入门机车型不具备的 它的第三个配置 也就是MAX版本车型 也是关注度最高的一个版本车型 除了PRO版本车型增加的配置之外 这款车型又额外又新增了 主要是以主被动安全性能方面的提升 比较偏多 但还有一些辅助配置 比如说抬头显示 以及自适应远近光灯 等一些主流的配置 关注PRO版本的朋友也是较多的 这款车落地大概是在13.4万左右 关注MAX版本车型是最多的一类人群 它的落地大概是在14万左右 它相比较于PRO版本车型来说 在售价方面是多了6000块钱 而PRO版本车型相比较于 丐版本车型来说 在售价方面是多了7000块钱 此次中期小改款 目前还并没有对2.0T版本车型进行改款 汤圣哈夫H6在市场当中 是一款非常走量的车型 在上个月总计是16420台的下桌成绩 在市场当中有着非常可观的保有量 以及保值率 这款车三年平均保值率在59.38% 每一款车型都有自己的优点 以及自己的缺点 哈夫H6这款车的缺点 我们很多朋友都反馈 在老款车型方面有动力不足 而且车内有异响 动力的响应不够灵敏 而且又比较显得迟滞 风噪大 而且低配版本车型配置是较为鸡肋一些 关于新改款之后的三代H6的一些 优点以及缺点 不过老款车型还是可以参考一下的 相对来说 新改款的车型比它的原型 老款车型配置方面变化不大 主要是动力方面的改变比较偏多 毕竟169匹马力跟184匹马力 它们相差还是比较大的 有着整整15匹马力 要比本田思域的182匹马力 是不是还要猛一点